去做一些其他就完全是感觉是说一个人要身兼多职这种状态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我自己有些时候也觉得说我自己其实是做不好这个事情 但是其实一直也不肯放手就会让觉得自己特别累 然后直到前几天的话就是个人的IP大过品牌IP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在前期是有用的前期它可以帮助你 因为对一个品牌来说的话如果你逐利人直接去跟消费者沟通面接 包括去上直播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都会让消费者更快的去建立跟这个品牌的一个面接和感情这样子 但是到了后期如果只是还是靠品牌逐利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去的话 我就会说它会是一个让你非常的只能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发展 所以如果到后期的话想要做得更大 然后把这个圈子给破开的话 我觉得逐利人还是要慢慢的去淡化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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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